不過我要幫大家複習一下 就是上禮拜結束之後 彭P有在講說 要公佈的就是這一篇 所謂的IALS他們的論文 其實都有一個編列序號 那現在在上面 其實完全是找不到蔡總統 聽說現在從1號編到1000多是不是 那上面完全 那總統府 都沒有任何的說法跟解釋嗎 要怎麼解釋 來不及了嗎 對不對 你說他能怎麼解釋 沒辦法解釋啊 因為你知道他已經把這個題嚇死 各位不知道記不記得 當我們在海外這個 麥克爾瑞德森去詢問的時候 英國倫敦大學配合說謊 他說應該是在1980年代 到2010年代中間的 某一個時間遺失了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你看講得多寒魂啊 哎堂堂一流的大學 把學生的博士論文給遺失了 還搞不清楚什麼時候遺失的 你不覺得這有點像那個 台灣那種孤領街的漫畫書 老闆的那種說法吧 而且要遺失三本啊 就是因為他不是一定要繳三本嘛 對而且這三本是 英國倫敦大學的修業規定 上面白紙黑字的 我們在那個記者會當中 我們節目當中也秀過 好那參議員會說哎呀不對啦 你們講的是那個現在的做法 我們當時有當時的做法 抱歉我們去把1982 19831984的修業規定 全部拿出來 上面寫了要有三份 其中有兩份Hard Copy 一份是給Sandy House Library 一份就是給這個IALS 高等法律研究院 你跑都跑不掉 一起被狗吃了 那請問狗呢 對不對 狗餓那狗應該還在啊 好 1833年 英國倫敦大學的這個 法學相關的論文第一篇 1833年人家那個microfilm 就是影像都保存完好 開始有了英國倫敦大學的 法學博士的第一篇論文 是在1949年 這篇論文編號001 掃QR扣進去或者點進去 作者題目一共幾頁 寫的清清楚楚還可以看到內容 蔡同學同屆的同班同學 叫俄西莫尼拉貝爾嘎 他的論文編號是637 我親自到倫敦大學去拍了 上面看到了637 檔案裡面卡卡特洛克 也是637Bingo 沒有任何的疑問 請問蔡同學你是幾號呢 每一個號碼都有一個人 你插隊插不進去了 就這麼簡單 是啊是啊 就是就跟人身份證 不管你有沒有遺失或怎麼樣 你身份證字號就在那裡啊 不可能說跟著你身份證字號 人沒了 身份證字號也沒了 這種狀況 所以才剛剛要秀的這一張 彭P剛剛已經我們秀過的圖 就是說人家講說2011年 他想要偷偷的把這一本 所以可能在公事包裡面的 論文塞進去 結果後來又沒有辦法被人家打回票 但是呢我這邊來放一段 不管現在感覺起來就是張敦涵 每一次都在講說要找 就是你就找LSE嘛 在LSE認證 我們來看一天一 2019年其實他們就開始這麼講 而且還強調 我現在秀出的這個學位證明 是有剛硬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 我首先就有這個 當時申請學位證書 跟相關的說明的資料 這是2015年 我看你們總統申請 倫敦政經學院的 這個補發的學位證書 上面有人敦政經學院的 綱印 等一下記得朋友們 也許可以再近拍一點點 上面有剛硬就不可能是假的 另外一份也是當時 不發學位證書的說明文件 這一份也有剛硬 所以在2015年 總統大選的時候有相關爭議的時候 這個部分我們也已經跟LSE的校方 做了完整而且正確而且清楚的 這個說明跟相關的文件 那再來我們要強調 過去這段時間 包括LSE的校方 教育部等相關的單位 都一再的已經有過完整的說明 但卻沒有辦法阻止類似的抹黑 跟不實的言論 啊剛硬在此啊 你看我們這個把它放大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 剛硬在此你們還要繼續的抹黑嗎 這個剛是張敦涵說的 那現在他當然沒有講那麼多 他現在就是說 就問LSE啊 LSE有證明就是有學位啊 那不知道彭P 他反正他就鎖定目標 就是只有這樣子講了 然後說就是有剛硬 有剛硬就代表對了 那彭P你怎麼講 他剛剛說有剛硬 不可能就不可能是假的 剛硬本身就是假的啊 我這邊爆個料啦 不信你們去問問吳祥輝啦 吳祥輝當時喔好奇嘛 他真的去淘寶買了一張 LSE的博士證書 他真的買了一張 不但饑渴亂爭啊 真的比真的還要爭啊 所以我們常常開他玩笑 都叫他吳博士 那他真的去淘寶買了好奇 好像花了八千塊台幣 還是一萬塊台幣 就是何止有剛硬 真的是 我跟你講自己都會忘記自己 搞不好半夜醒來 還真的以為自己是博士 所以你看剛剛張總環講話 多心虛啊 他講的一句很奇怪的話 他說在選前的時候我們還 他講的是那個新北選舉前 我們還和LSE呢 取得了完整的文件 和什麼聯繫 他不笑死了呢 他說他跟LSE去聯繫 確認了一些文件 你自己有沒有畢業證書 你幹嘛需要去跟LSE確認 我的畢業證書是真的 我不需要去確認 然後真的就真的啊對不對 是只有自己懷疑他是不是真的 才要去跟學校確認啊 我跟你講那個真是 不過這個我看到彭P最近 除了說我們看到不管他們要現在 鎖定目標就是講LSE 什麼事情就找LSE 甚至說你調資料就找LSE 但是呢彭P有揭露一個文件說 這個是Michael Richardson 接到這個所謂ICO 它裡面有一個回函對不對 那裡面證明的就是說 這個根本LSE 也就是倫敦政經學院 它無法去證明 蔡英文的學歷 這一段可不可以再幫我們觀眾講一下 好這封信是2021年的5月26號 英國的諮詢委員會的專員叫 Louis Natto回信給Michael Richardson 2021年5月26號 Dear Mr Richardson 前面呢說了 他說啊這封信是我呢 I refer to your email 就是我回你信 你的信呢是2021年的5月2號 Concern your request for information 就是我關於你 對於這個有一個訊息的詢問 About the examiner names and dates of site approval of the PhD award of蔡英文 together with the copy of the Sciviva report 就是你來信問了我們三樣東西 一個是口試委員的姓名 一個是那個有簽名的口試 是通過通知函 以及一份有簽名的口試 完整的報告說明書 你問了我們三樣東西 第二段就哈拉哈拉 第三段告訴我們說 As Miss McGuire informed you in her response of May 4th 就說如同正如同這個 Mcguire 誰是Mcguire呢 Mcguire這位女士 是英國倫敦大學的 她叫做 record manager 叫做記錄的 就是保留所有的資料訊息記錄的 倫敦政經學院的 record manager 她說As Miss McGuire informed you in her response of May 4th 就是就如同她所回答你的 The school does not hold the information you have requested 倫敦政經學院沒有相關的資料 還不夠喔 她繼續往下講 她說As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Is the awarding body in this case I can only refer you again to it for the information you request 就說啊 事實上呢 倫敦政經學院 沒有這個資料 沒有資料 倫敦大學才是當時授予學位的 這個單位 所以我只能夠繼續 把你的訊息要求呢 轉給倫敦大學 講得很清楚了 那請問你 張登涵你手上的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說他是博士 那是哪裡來的 英國資訊委員會都告訴你說 沒有啦他們沒有 所以我們要跟倫敦大學查詢 那所以現在看起來 這已經完全界定好 你就是要跟倫敦大學查詢 可是倫敦大學感覺起來 在對這件事情 他是從頭到尾幾乎不太出面 然後也不回應 然後都是由倫敦政經學院來出來的 而且他們出來回應的人一直換 這個感覺上有點 有些人也不想玩了 玩不下去了嘛 我說真的很簡單 如果今天 已經被持續騷擾了一年半 你看我去騷擾他 我找了英國律師去騷擾他 然後還有這個海外還有一些人 有的有這個匿名 有些人據名 還包括了Michael Richardson 我們真的是騷擾耶 我們是不斷的寫信去查詢的 對不對 我還律師含激 還警告他 如果我是的話 煩不煩啊 我就把那個公布出來 整個東西我就全部攤出來 或者是由校方 真正由校方去做一個說明 不敢 東躲西藏 你看到了法庭去 到了英國的行政法院 一會兒問說你哪國人啊 你憑什麼問 對不對 當這個國籍的問題 已經被解決之後 接下來問說 這是個人隱私啊 然後又說 最近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啊 然後到後說 哎不行啊 揭露這個東西 會造成當事人的痛苦跟傷害 傷害和傷害 你花了一年半時間 在講一些廢話 你就公布就好啦 就是沒有嘛 我覺得英國人是這樣喔 我慢慢了解 我從這件事情開始 慢慢了解英國文化 英國人是這樣 英國人其實是一個 蠻相怨的民族 他跟美國人比較不一樣 美國人比較浪漫一點 英國人是比較保守 比較合格 就是說比較會有那種階層 然後比較相怨 這件事情 英國倫敦大學的心態 我認為啦 他早就知道真假 但他不想要做那個 那個記鈴鐺的人 他會覺得說 你們國家的那個元首吹牛 你們自己去揭穿他 不要老白來煩我 你們自己揭穿他 我已經講得夠白了 我說揭穿這個東西 公布這個東西 會造成他的痛苦跟傷害 你們還來問我什麼痛苦什麼傷害 你自己去問他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態度是這樣 就是還留一點情面啦 我不要做那個把撕破臉就指控 蔡英文你是什麼賈博士 或是你沒有這個學位 或你沒有論文這件事情 哎不過我剛剛看到聊天室裡面 因為那個彭P你有講到淘寶上面 可以買到證書啊 他們現在在跟你要說 他們如果每個人修完課之後 你可不可以發給他一人一張淘寶的 那個LSE的證書給這個 所謂大家宇宙政經學院的朋友 我看到裡面有人在講啊 可以可以可以 我不是講這樣子 我們發 我手上有畢業證書 那我的畢業證書呢是 宇宙政經學院 就是宇宙政經學院 比倫敦更大 真的有 而且我們頒發1.5個博士學位 極可亂真 而且有剛硬 基本有剛硬 多蓋一個 多深一點 多蓋一點 如果同學們要的話 我可以叫我在台灣的同事 寄個十張給許甫 然後許甫可以用什麼方法 來獎賞那些 諾文門開箱認真的同學 你們真的可以拿到 哦好耶 這個十張限量的 宇宙政經學院的1.5個博士的 畢業證書 這個好期待 我自己按抗一張起來可以嗎 我就是 可以可以可以 好啦 那個震驚的來聊一下 就是說哎我看到這個神秘的甘乃迪 大家都覺得說到底是誰 然後呃 黨永順這位老師呢 他抽絲剝繭看了這個裡面的文法 哎真的 我真的必須說我自己 英文沒有那麼好 但是哇他真的裡面抓到了好多好多的細節 彭P可以來幫我們講一下 就是他比如說他說這個 P.C. Kennedy他這邊有一個4 4這個A.N. Amos這位人 他認為這個就是不可思議 這個他認為是台灣人覺得理所當然 就4啊就然後但是他覺得 如果是你是這個是你的母語的話 你不會用這樣子的用法 對 我覺得首先黨永順就知道說 如果對論文門熟悉的人 大家應該都會認得他 而且很這個敬佩他的努力 跟他的專業 他是台大外媒系畢業 然後在南加大的這個電影的博士 而且他是那個 那個學生的就是那個 就是反正那個才是真的厲害嘛 好 那因為他是英文專業 而且我印象中他好像教過補習班 反正這種很厲害嘛 像我們這種英文跟他比 那就是三角貓啦 所以我在英文大概就稍微 贏一點那個屍呼嚨 那個屍呱呱但多一點 好 他就做了很多的文本分析 他找了很多很多很多 不可能發生的說 我們就講那個嘛 我先不講英文就是Ford 有人去帶別人簽名 用手在旁邊就加了一 隨便畫一個箭頭 然後寫個FOR 然後就在旁邊簽名 而且那個Emmos呢看起來啦 我看起來他去帶他的人簽名 那個是他老闆 這個Emmos是Kennedy的老闆 哎這個底下這個 這個你許甫你敢那個 哪一天把中天的那個公文上面 我就簽我自己的文字 打個問號 把它擦掉 所以槓掉 然後就寫說 許甫帶 對吧 你要退休那天可以這麼幹嗎 我希望有那麼一天 我還能夠跟老闆 在同一個公文上面寫到字啊 怎麼可能 哎呦 對 狗抗議了 狗抗議了 這就很好笑 對狗說這行為是不可以的 對 狗說旺旺 旺旺對不對 因為這PICO很久沒有跟大家打招呼了 PICO不要這樣 好那剛剛講到他裡面的錯字 錯誤百出啊 還有一個很好笑的東西 你知道那個1987年 那個P.C. Kennedy的一篇文 一篇這個寫給蔡英文的信 上面寫Dear Sir 然後中間寫Mr.英文蔡 我先不講啊 是Miss還是Mr 我知道1450會說 哎呀沒有 Mr.就尊稱 對不起啊 英文文法不會隨便把Mr.叫成Miss 因為接下來你馬上要面臨的是 She還是He Her還是His 所以英文的性別沒有隨便的啦 如果今天搞不清楚這個人是什麼 那請問你後面你要用 你要用He還是要用She 你要用His還是用Her 這一翻兩瞪眼 這不要掰了啦 好 另外這個整個信啊 你想想看我寫這封信是通知你說 你這個學位拿到了啊什麼 我就說我怎麼可能Dear Sir呢 我連你的名字都不寫 這有沒有太扯一點 好那再往下看 很有趣哦這句話真的是 到現在真的是太經典了 他說呀 他說 It is not possible to issue Detail information of Mr.蔡's PhD 怎麼就說 我們不可能給這麼多 這個蔡先生的有關細節 他說因為啊這個Mr.蔡啊 他的學位呢是因為他經過了 一個研究學程 以及submission of thesis title 他交了論文題目 於是我們就給了他學位 大家看啊 Thesis title submission就是提交 of a thesis title 我交了論文題目 所以我們就給了他論文 博士學位 你要把我活活笑死啊 交了題目就可以拿學位 那我也想去念一個了 這個如果只要交題目的話 你趕快準備一個題目 是是是好可以 你趕快準備一個題目 好問題不在這裡啊 寫了這麼好笑的東西 結果這個東西呢 在法庭在台灣的法庭當中 被三個人引用了 被誰引用了呢 嚴格講起來是四個 他出現在四份文件當中 一個就是我告張敦涵的 萬國法律事務所是 張敦涵的辯護律師 他們拿了這一張 當成蔡英文又取得學位的證據 但是你知道法庭的文書 必須用本國文字 他不會像黃偉這樣 連基本的這個 法律效力都沒搞清楚 你知道黃偉的證物當中 就直接就直接把英文放進來 好所以呢 他們就去翻譯了 結果你知道嗎 萬國法律事務所多厲害嗎 他直接把Thesis title翻成論文 直接把Thesis title翻成論文 就拿掉了 直接拿掉 對好不只這樣 另外一個案子就是 蔡英文這個告我嘛對不對 告我之後物證當中 也把這封信放進去了 然後呢這個蔡英文的 辯護律師是連元龍 連元龍也做了翻譯 他呢也直接把它翻成論文 把名字給去掉了 翻得跟萬國法律事務所 一模一樣 哎我在這邊說真的 各位如果你有涉外案件 千萬千萬千萬 因為很重要所以講三次 別找萬國法律事務所 也別去找連元龍律師 那英文程度這個樣子 將來會把你弄死啊 他把Thesis title當成是論文 那萬一你有涉外案件 那你不是完了嗎 對不對這種英文程度 怎麼幫你打官司啊 千萬記得啊 萬國法律事務所很危險啊 還有連元龍律師 這這種律師你怎麼能找他呢 Thesis title翻成論文 這個單字應該是國中的交的吧 我印象中應該是國中的生字吧 哇這個 應該幼稚園吧 那個什麼那個長頸鹿梅宇 應該有交話 對長頸鹿梅宇應該有交話 如果你說正規的全習教育 國小的人應該都知道 Thesis title啦至少 對然後更好笑更好笑 更好笑是那個劉成武檢察官 現在不是起訴了嗎 然後起訴我以後 他不是代表國家 然後擔任這個起訴公訴檢察官 結果我們回應的第一早期 就是跟他講說 請你把所有黃偉見證中的英文 翻成中文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要網路直播 結果他直接回應我們說 沒有必要 網路直播沒有必要 那你沒說為什麼沒有必要 那接下來他就說 好那至於這個英文要翻中文 可以我得花點時間 結果他也就把它翻出來了 他翻出來呢很好笑 他翻對了他把它翻成論文 他沒有翻成論文題目 但是他巧妙的把這個句子呢 給翻錯了 他沒有說當你繳交了論文題目之後 你就給予了學位 而是他把它巧妙的翻譯 他把它自己翻成說 研究領域是國際貿易法 論文標題為不公平貿易與防衛機制 所以他把這句話 整個意思給翻掉 不見了 他終於出現了題目 但是他把整個語意全部都不對啦 對 前面的語意是說 當他修完課並繳交了論文題目之後 他的學位就被授予了 結果張敦涵呢跟連元龍 這兩個替蔡英文辯論的律師 他直接把title去掉 當他繳交了論文跟修完課之後 他就取得了博士 這是他們的翻譯 到了劉成武的翻譯呢叫做 論文題目為不公平貿易與防衛機制 完全沒有提什麼叫做 他把這句話翻對了 但是前面那句話當中沒看見 就是當你繳交了論文的題目 你就拿到學位 他沒翻 對 所以這太有趣了 這些人呢 就很心虛嘛 你不敢翻嘛 因為那一翻出來 你說什麼 你再想一遍 你說什麼 不敢翻 我覺得做這些動作 反而真的反正過來 真的是有點心虛啦 你要翻不翻 然後你翻了 然後你就要去改其他的意思 但是我回過頭來 我們剛才講了很多次 論文門這本身調查的本體 我要先講他的影響 想不到論文門這件事情 你說在民進黨內 他可能有一些內部的討論啊 或是內部的大家耳語 可是反而比較明顯看到 他是影響到了國民黨的選舉 我知道當然張亞中一開始就說 他當國民黨黨主席的話 他一定要追查論文門 用這個國民黨的資源 用國民黨的力量去 然後後來朱立倫也跟上了 那他的說法是說 倫敦政經學院跟蔡英文這邊 這個論文學位有一些瑕疵 可是現在我看起來 張亞中的民調衝到很前面了 幾乎我看TVBS民調 好像他現在衝到第一了 就是從之前的第三 甚至第四 就是衝到第一 甚至現在贏過了朱立倫 那朱立倫看起來也是 把這個論文門這件事情 拿來做很重要的一個論述 或是說很重要的一個宣傳的重點 我不知道包括了最近的內鬥 彭P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好首先這個民調呢 這個東西我一直都 就是沒把它當回事啦 因為民調嘛這個東西很難講 另外就是你知道 國民黨黨員才有資格投票 所以你這一般民調其實意義不大 但是你可以看出來民心向背 這叫什麼呢 這叫大漢周旺雲尼啊 國民黨已經威了很久了 你知道像論文門這種 非常重要 先不要講政治上的意義 這是一個事關台灣司法價值 行政體系公平正義 哎國民黨內幾乎幾乎沒聲音 國民黨內有聲音的人 我數給你聽喔 當然就是陳學勝 對不對了不起 他在選前他就已經召開記者會 然後立下汗馬功勞 因為那場記者會 所以把論文門正式寫進 台灣的公文書 然後才揪出什麼 朱駿章說謊啊 很多相關的例子 然後接下來我們在論文門當中 我們的開記者會啦 或者是有些資料 我們都拜託了國民黨的立委 林憶華 他也是全力支持 再來就是國民黨新竹的立委 政政前 他開了接棒 接了陳學勝的棒 開了第二次的公平會 然後把這個東吳大學逼出口供 說對蔡英文1983年8月以後 就進了東吳大學 這等同什麼 等同拆穿蔡英文1983年10月 前往英國倫敦去口試的 那個謊言嘛 而且你看他在英國倫敦 待了三個星期四個星期 兩個多星期 假設我們拿到的入宿鏡資料 是真的假設他10月15號 1983年10月15號出境 那10月16號飛奔考場 就考試 對 然後對考完了以後 在英國又待了 倫敦又待了15天 14天1983年10月30號回到台灣 中間還發表了一篇聯合國 那個聯合報上的一篇文章 在1983年的10月20號 什麼蘇美彩色電視的什麼影響 還在一邊改論文一邊口試 還寫了一篇好長好長的文章 登在這個聯合報 而且那個時候他就自稱 自己是倫敦政經學院博士 你不是還剛口試對不對 你怎麼就知道你是博士 反正這個笑話一堆 結果那請問你這20天 你在英國你在東吳大學 是不用教書嗎 所以正任前的那一個座談會 基本上宮廷會已經是把 這個局整個就掀開來踢爆了 除此之外 要不然就是當時的江啟成主席 在中常會邀請我去做了一個報告 好歹在態度上是支持我 表示說他可以用中常會給我 40分鐘時間來說明這件事情 除此之外其他的候選人 彷彿完全不知道有論文這件事 這是讓我非常遺憾的 當然現在因為這個情勢所逼 大家紛紛要出來表態 但是從各位表態的內容 我就知道說你關心的程度到哪裡 所以這件事情事實上是 頗為令人遺憾的 因為這個東西有沒有政治市場呢 我覺得過去可能沒有 現在有市場 但是更重要的是 這是一個司法的問題 是一個教育的問題 是一個行政的問題 如果這三個地方聯手作弊 這件事情在野黨可以輕忽嗎 可以不當回事嗎 只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 選主席的籌碼嗎 我不以為然 對不過最重要還是 剛才彭彿講到很重要的重點是 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 慢慢的去了解或去關心 因為他的確不是像很多事情 大家覺得很簡化 一看一目了然他可能需要 你花一點時間去了解他的脈絡 而且可能大家打死也想不到 有這麼誇張的事情好了啦 就是說你的總統的論文 引起了大家的質疑之後 然後你竟然拿不出 這個有力的證據去反駁 甚至還牽涉到包括了 英國這樣倫敦政經學院 大家覺得說 哎你應該是一個很有名望的 學院一個學校 然後居然好像也在聯手遮掩什麼 一開始大家可能是不敢想像的 那現在越來越多的民眾 那包括原本可能對蔡政府的民怨 然後也把希望寄託論文門 然後能夠讓他有些抒發 甚至說有些改變 所以我看到越來越多人的確 開始很關心很關心這個事情 那另外我想要請教彭P就是說 今天也有一個新聞出來 我覺得也是值得大家去關心的 也就是過去大家都討論說 黨政軍要不要退出媒體 或是應該要退出媒體 那近年來當然我們不用講了 很多人都覺得說 大概綠營的手都伸進了商業的電視台啊 都很明顯 但是你說國營或是說公營的 公共的這些電視台 有沒有政黨的色彩 我相信每個人自己心中都有答案 可是你透過修法 今天雖然出來說公事的董事長以後就直接 修法是行政院長直接指派 有些人覺得說哇這是怎樣不演了嗎 所以我這個標題上面寫公事變成公事 就是那個黃公的公 也像是志工的公 也像是這個好像是說 我為我皇城所用的這個公 我不知道彭P你怎麼看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會不會媒體的環境或是媒體的自主 真的是越來越嚴重 被干預到這種程度了嗎 對這是個大問題 因為我自己本身 擔任過公共電視的董事 那當然公共電視的董事 基本上就是當時的執政黨所指派 但是你知道那個時候有按照 我印象中有按照 就是立法院的政黨比例席次去推薦 所以說你民進黨可以推薦 國民黨也可以推薦 然後這些名單到頭來 會在立法院行使同意權 所以你太過分打手型的人 你在立法院可能過不了 所以還算是社會賢達啦 理論上是啦 最後董事長是在 這些董事之內互選 當然有沒有手操縱 有啊怎麼會沒有 雙方格子在操縱 可是你好歹維持一個形式上 或者法律上的公平 哎現在沒有哎 我乾脆跳過修法 我直接指派對不對 這個大家可能會覺得沒什麼 反正公視也沒什麼在看啦 也無所謂 反正副政府也理所當然 可是這個修法的意義很可怕啊 因為公共電視是一個獨立器官 哎它是媒體 如果這樣子可以直接修法 把權力收回來 而沒有人抗議 那我問你可不可能 這個蔡同學在他的任內 最後一年 自己宣布修法 把總統延期 再從四年延到 從八年 從四年變成八年 都獨立機關都可以 為什麼我總統不可以 有沒有可能 學習近平 當然可能啊 所以大家在小事上 不要太不以為然 因為劉備曾經告誡劉產他的兒子說 勿以善小而不為 勿以惡小而為之啊 不要以為這是小惡啊 就可以做 這個如果開了先例 那將來NCC委員NCC主委 所有東西都直接指派 指派之外 根本不需要經過立法院 對不對 董事長公事 我就指派啊 連同意權都不用啊 萬萬不可 對因為很多很多的機構 你一開始啊你就容忍一下 容忍一下到最後 哎他要幹大事的時候 你發現這些機構 都是為他所用 那你根本沒有 沒有任何的抵擋的武器 尤其剛剛彭米講的這句話 我想到 柯文哲有講一句說 這個同樣都是 我忘記他的那個主題是什麼 吃人肉嗎還是什麼 他說國民黨比較有餐桌禮儀啦 他說這個 刀叉吃人肉 對刀叉吃人肉 國民黨比較有餐桌禮儀 講的就是類似像這個狀況嘛 就是說你說之前有沒有干預 一定也有 但是你說直接我就是修法 我沒有干預 我直接指派 這種事情讓大家會覺得 匪夷所思啊 對柯文哲這個說法我非常認同 我曾經也在節目中說過 我說民進黨跟國民黨都是幫派 國民黨呢像是那種大型幫派 什麼四海竹聯跟盜盟 幫內有幫歸 至少什麼不能販毒啊 不能避良為倉啊 就他們還有一些所謂的道義有道 還有大哥還有小弟還有護法 那民進黨就像路邊的小混混 就是沒有什麼幫規 刀拿了就砍 所以我這個比喻其實蠻貼切的 都是幫派 但是一個還有一點點幫規 一個就是完全都沒有 對這個剛剛彭P講說 如果很多的事情 我們都覺得容忍 或是說反正也不能改變什麼 不發生的話 有一天狀況總是會比你想像中 變得更糟的 那當然今天最後 題外話來講到這個 有關媒體的事情 那今天時間我剛才看 超過了 謝謝彭P今天論文門開箱 很精彩的幫我們 不管是補課也好啊 或是新的任務也好 也祝你這個芝加哥的演講 一切都很順利 然後大家都很有共鳴 謝謝彭P今天的參與 謝謝許甫 謝謝大家 好好記得那個要給我們 所謂的什麼畢業證書 有綱硬的畢業證書 好 謝謝彭P 彭P晚安 拜拜 巴开 月大 國 國 月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